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159集 下午问庸人的时候 还把橘子两个字当怪物一样 可等他把冒充橘子的东西拿回来了 货真价实的橘子又冒出来了 路霄很想问 是不是都串通好跟他作对呢 当然现在好像不是兴师问罪的时候 现在是怎么跟那小丫头解释才是关键 而且他能感觉到 身旁某人的目光一直在盯着自己看 就好像眨眼他就会消失不见似的 路霄看向陆悠悠 果然他就在盯着自己 显然是在等自己解释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 陆悠悠举着手里的橘子 橘子 那这个是什么 陆悠悠从盘子里抓了一个青皮的橘子 递给他看 路霄看了眼他手心里的橘子 说道 应该是没有长熟的橘子 那为什么 他们俩长得不一样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扁圆皮光滑的 另一个皮松软 形状也不一样 陆悠悠继续编 陆悠悠半信半疑 直接拨了一个 尝尝再说 吃进嘴里的时候 那酸爽才是他想要的 所以 陆悠买的这个肯定是假的 就是忽悠他不懂 陆悠 你明明就是忽悠我 人家的橘子是酸酸甜甜的 你这个 都甜得要出蜜来了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 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橘子 你从哪儿买来的橘子 你分明就是买了个假的来糊弄我 真没有 我这个是蜜橘 品种不一样 陆悠接着编 而且还编得有模有样 我看你 是居心不一样还差不多 陆二爷无话可说 妈 你看看我哥 说好要照顾我的 我要吃个橘子 他居然买个假的来糊弄我 你都不说说他 陆母看向儿子 收到儿子递过来的眼色 而陆悠悠特别聪明 母亲看向陆悠的时候 他也朝陆悠看了过去 哥 你眼睛抽什么 我眼睛抽了吗 哦 可能是神经问题 陆悠自问自答 陆悠悠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摸了摸他的脑袋 该不会这么不禁折腾 才几天就被折腾出神经病了吧 啊 你神经有问题了 为什么会突然神经有问题 是不是被我折腾的 是不是被折腾的不清楚 反正就是有点问题 既然小丫头都承认是在折腾他 陆悠干脆就借此吓唬一下小丫头 陆悠悠吓懵了 啊 那 那要不要送你去神经病院去看看呀 醒了 我看看你们这橘子有什么不一样 那 就是不一样 味道也不一样 陆悠悠分别拿着陆悠买来的橘子 和庸人端来的橘子 相比起来 这相差的可不是一般的答 陆悠哪里用瞧呀 一看就知道 陆悠拿回来的那个不是橘子 而是颅竿 但是为了摆平这件事 陆悠还是拿起来 煞有介事地看了看 然后说道 你哥说得对呀 这两个都是橘子 就是品种不一样 所以口味也就不一样了 真的 反正都是圆的 你管它是不是真的 陆悠忍不住冒出来一句 因为一个橘子纠结半天 真是够累的 西瓜还是圆的呢 你怎么不买回来忽悠我 他就不该说话 而陆母则是直接丢给他 一记活该的眼神 都已经在帮他圆晃了 他还冒出来一句 自讨苦吃 晚饭的时候 陆悠也来了 只不过 一到这里 就等来了老爷子的一顿讯 哼 你还知道有这个佳肴 爷爷 对不起嘛 人家今天真的是有事 这不 晚上把约会都给推了 马不停蹄地就赶过来了 约会 你什么时候谈男朋友了 就是 啊 就是他追了一年多的那个 陆悠悠 你不去接我老底 我说的是事实呀 哼 一个女孩子家 主动去追一个男人 还追了一年 你真好意思 我才追一年而已 悠悠追二哥追了二十年呢 哼 他一年算个屁呀 陆悠悠缩了缩脑袋 躲到了陆潇身后去 老爷子将他们俩 都等了一眼 我陆家怎么尽出 你们这样的人才 该主动的不主动 不该主动的 比火箭追得还快 老爷子是气得 吹胡子瞪眼 不管什么时候提到这件事 老爷子都是要生气的 几个孙子对女人不温不火 反倒是两个孙女 热情似火地去追人家男人 真是丢脸 陆悠说道 爷爷 这您就不懂了 现在优秀的男人 都不追女孩子了 要是女孩子再不主动点 好男人就轮不到你了 就拿我们家几个哥哥来说吧 他们什么时候追过女人了 还不都是成千上万的女人 主动来献殷勤吗 这就叫有资本 这就是优秀男人 人家根本就不愁娶老婆的 陆悠说的 头头是道的样子 然后朝在场的两个哥哥 抛了个媚眼 把他们夸了一顿 至少该帮忙说句话吧 老爷子可不是好糊弄的 再怎么说 曾经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照你这么说 你们就没资本 不优秀 嫁不出去了 我是优秀的 也有资本 但是我哥也忙 就没办法了 陆悠悠立马站出来 为自己辩解 你闭嘴 现在没你说话的份 陆悠悠张了张唇 很想说 怎么就没有我说话的份了 您都把我包含在内了 但最后 他被某人 给不动声色地拉了过去 陆寻笑完陆悠悠之后 又接着老爷子刚才的话 爷爷 虽然我不愁嫁出去 但是想嫁个称心如意的 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好不容易遇到个自己喜欢的 总得好好把握吧 再说了 我俩现在已经成了 但不是这样的 好或者唯一 还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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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